国语有生善书 武庙明正堂善书 大道续权 主著者为吴级皇母大天尊 本堂主席关恩师登台 盛世 恭迎老母临堂 命本堂扶神十里外 命本堂成皇五里外迎亚 其余神人及本院众修士排班后驾 御林君主帅越武穆王将 诗曰 横冠崇山渡百川 新逢历日执军边 生平四海妖分镜 新敬秦江宝伐言 盛世 恭迎母娘降丸 神人俯福 不得失疑 吴级皇母大天尊将 义是 朱贤卿吉重儿女免礼 赐作 诗曰 体用循环一四元 专程导引自当然 光辉生命心真善 何以修行起道权 幼是 为娘今日以体用导引为题 探讨生命的光辉 第九章 体用导引 吴级老母曰 举凡心智坚定 且注重形式过程者 做任何事都可以获得力量 原因在于除了己身的意念 及体力外 尚有神灵的力量默默加持 然则 许多诸儿女 却无法感知神灵的力量 缘由在其心智未达至成的境界 所谓至成通神也 那么如何达到至成的境界呢 当然得由摆脱心灵的智固做起 一己摆脱私欲 但是克服私欲不是空口白话便可做到 是需要置心于修道的 而进修大道应由天 地 人三方面着手 人道在克己 以明明德为主 地道在救世 要有奸善天下的精怀 天道在知天顺时 以天人合一作为最终目的 其实天 地 人在开天辟地之时 人们皆可按轨道遵行 但是受到陈构污染 却逐渐离经叛道 找不到源头 好比说 广播频道 如果调不到正确的波率 如何接听节目呢 调整波率即是使生命呈现光辉 进而契合先天道 生命已于天道奥义详述之 今以另一方向阐述以续其妙地 生命的种子生于道 道者混源 不生不灭 即降生 则有动能 动使生命兴起 生命兴起 犹如水流需要渠道导引 导引生命的精神 指于道德规律的范围 由外在的道德行为影响内心 使之彻底沉静 内心既沉静 则易受滋润而成长 而此滋润的养分 即是善也 善使生命滋润而生长 更使生命的流水导引 向正道归宿真宅也 生命既受善的养分 滋润渐成光辉 则必须以兼爱的扩展为念 生命才能生化且永恒 生命需要滋润 然则 讲生命的光辉 无需从有 无讲起 应由自然起始 老子曰 至虚极 守静度 虚与静是克制 我与物的二大利器 当然也可从体中有用 用中有体 体用何一说起 比如 一者体也 一生万物 一集体中有用 万物者用也 一藏那其中 一集用中有体也 如果将体与用何而为一 即是诸儿女修行的过程 体悟修行的过程 从中逐渐产生光辉 又何必再忽悠 无得生老病死 见贵穷通 换言之 即诸儿女注重修道的过程 即是使生命成静 发光达到解脱的境界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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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